家里的筷子用时间久了 容易变黑发霉 不好清洗不说 你看 而且还特别不卫生 像我这一次的话呢 买的是这个磁悬浮的筷子 它这盒里面的话是五只 五种不同的颜色 一家人就很好区分 它这个是铝合金的材质 来听听这个声音 所以就不像木头的那种筷子 容易发霉 像这种很不好夹的东西呢 夹起来也很方便 就比较防滑 吃完饭筷子放下 也不会弄脏桌面 你看 它跟这个桌面是分开的呢 就是你怎么压它都碰不到 这女人一旦过到25啊 鲜炖银耳就必须得每天喝起来了 像我这种又懒自己又不会煮的呢 我都是买的这个纯感觉的鲜炖银耳哈 它这个里面配料很干净 只有水 冰糖 银耳 红枣和枸杞 这个就是银耳本身熬出来的脚 特别粘稠 这里面的银耳基本上都是那种很大朵的 不是很稀碎的 嗯 这一大碗当早餐的分量完全足够了 而且营养也能跟得上 之前拍视频你们都说看上我这套睡衣了 眼光真好啊 其实我睡衣挺多的 但唯独就爱穿这套 它这个呢是法兰绒的面料 贴在身上穿就可舒服了 看看细节哈 这里呢是威领的双层包边 它不露这个绒 而且走线你看也都做得特别工正 它袖口的这个地方也是做了包边的 就不容易漏风 然后裤子这里呢是带松紧的 不管多大的腰哈 你穿上之后都不会累 而且我们这边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让每次洗完澡之后穿这一套就够了 也不会冷 对比之前买的好几百块一套的家居服呀